第一千零二十一集 可没想到叶辰竟然回了这么一句 自己看起来像那种人吗 王一飞气得直接拂袖而去 口中恨恨道 我管你同不同意 你只要输给我 你就要一生一世扶我 说完 王一飞再也不说一句话 踏上了生仙大道 比试开始 王一飞仿佛要发泄对叶辰的怨念一般 怒吼一声 向前狂奔而去 其他参赛者都被他吓了一跳 这家伙怎么比个赛 和去见杀父仇人似的 有必要吗 但是王一飞的速度也确实恐怖 瞬间将其他生仙者甩在了身后 直接冲到五百米 比之下主也不遑多让 但是有了无忧在前 王一飞的表现在观众们眼中 也不算多亮眼了 最终 王一飞成功突破了七百米 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登天杯上又多了一个名字 王一飞 七百零五米 比下竹略差一丝 但也足以骄傲了 这一届大笔可谓人才辈出 往届大笔能出一个过七百米的天才就不错了 这一届竟然出了三个 还有一个是超级妖孽 而且那些生仙榜上的前几名 还有好几位没有上场呢 想到这里 观众们不禁都眼前一亮 下一场是赵灵霄出场 不知道这个曾经和无忧有过冲突的天才 会不会给他们带来惊喜 王一飞向夜辰走来 颇为得意地笑道 夜辰 如何 你还有信心能赢我吗 夜辰淡淡道 我说过 我的目标是尽头 王一飞冷哼道 你马上就要上场了 我看你这句话能说到什么时候 而此时赵灵霄冷冷地扫了夜辰一眼 不言不语 登上生仙大道 他在压抑 在忍耐 他不能出手 但是他可以用他的成绩 将夜辰的道心压得粉碎 用事实让他的狂妄破灭 从此夜辰必将一蹶不振 一瞬 仅仅是一瞬 赵灵霄便冲到了五百米的位置 观众们只觉得眼前一花 仿佛出现了错觉 而其他的参赛者 甚至刚刚跑出几十米 不等观众们发出惊叹 赵灵霄一声轻贺 灵霄倒体 开 荒谷气息纵横 道意弥漫 在这一刻 赵灵霄仿佛不再是人 而化身九天真神 散发着灰红气象 天空中竟然与他的气息相呼应 腾起道道 紫气 好强 这法体竟然引动了天地之事 这还是人吗 观众们本来到嘴边的惊叹 声声咽下了 因为他们被惊得无法言语 紫气降临 加持在赵灵霄身上 赵灵霄脚步一动 再次向前冲去 转瞬 八百米 与无忧一般 到了八百米处 赵灵霄也压力大增 不过他到八百米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这时 迟来的惊叹彻底爆发 赵灵霄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眼中坚定无比 而他目光所指 同样是生仙大盗的尽头 赵灵霄对叶辰的嘲讽 不是没有原因的 叶辰这蝼蚁 竟然和自己一样 意图走到尽头 他也配 光是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对自己的侮辱 赵灵霄虽然辛苦 但走得却不慢 偏偏的紫气滚滚而来 赵灵霄整个人 都沉浸在一片紫光之中 突然 紫光收敛了 竟全部融入了赵灵霄的皮肤之中 而这一刻 赵灵霄的气势又是一变 那是一种站在诸天之上的 无上大能一般 俯视众生的气息 灵霄倒体 已经激发到了极致 赵灵霄的脸色很苍白 他并不能维持这个状态很久 但也足够了 他一步踏至 八百九十九米 这时 他停下了 不是因为九百米挡住了他 而是因为夜尘 赵灵霄停下 看了一眼夜尘 在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中 他淡淡的道 此时 你还敢将之前对我说的那句话 再说一遍吗 众人纷纷纷诧异 顺着赵灵霄的目光看向了夜尘 一名神王静旗生仙者 那个刚刚鼓励了神王静旗废物的废物 这废物对赵灵霄说了什么 那句 以你的眼界 无法丈量我的能耐 跟你说再多 也是白说 你可敢再说一次 什么 观众们不可思议的看着夜尘 随后是无比的厌恶与鄙视 装什么呢 一个神王静旗舞者 敢对赵灵霄说这种话 也配 顿时 贺骂声嘲讽声 向着夜尘铺天盖地的涌来 这一刻夜尘仿佛成了全世界的敌人 而吴幸尔和已经到场的吴威 都是面色俱变 这赵灵霄 竟然在夜尘比赛之前搞了这么一出 一会儿夜尘上场 该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如果换作一般人 可能心境瞬间就崩塌了 吴幸尔和吴威拼命地大喊 为夜尘加油 为夜尘打气 可两个人的声音即使再大 又怎么能敌过数百万人的辱骂 在一片贺骂声中 根本掀不起一丝疯了 夜尘身旁的王一飞 脸色都变了 他不知道换作自己能否承受得住 他悄悄地看了夜尘一眼 在他的想象中 夜尘此时一定狼狈不堪 不想让人看见现在的脸色 所以他没有明目张胆地看 虽然他和夜尘赌过命 但他很傲 他要赢也要赢得堂堂正正 所以他不想因为自己刺激到夜尘 可是出乎王一飞意料的是 夜尘很平静 只见夜尘深吸了一口气 身形一步踏出 无尽魔气和血气缠绕全身 六条神王道直冲天际 杀戮神王道 毁灭神王道 不灭神王道 寄灭神王道 赌化神王道 岁月神王道 这六道的任何一道 都是世间极其罕见的存在 就在六道释放的瞬间 夜尘口袋的黑色石头 释放出一道恐怖的光芒 笼罩一切 仿佛为夜尘遮蔽了这六条神王道 不为众人查看 否则太过惊世骇俗 夜尘浑然不知 他张开嘴 一声咆哮 反如惊天猛虎横空出世 呼啸声席卷全场 再也听不到任何贺马 全被呼啸淹没 观众们都纷纷堵住了耳朵 这呼啸太震撼了 毕竟这力量来自远古凶兽的精血 安静 呼啸过后迎来了安静 在这一片安静中 夜尘终于开口了 这世上 永远不缺狗眼看人低的庸俗之辈 烟雀无处不在 数不胜数 它们在枝头锅躁 吵闹无比 可是烟雀再怎么叫 也无法腾上云霄 而有一种鸟 名为昆鹏 展翅九万里 它们一生都在云霄上翱翔 烟雀再锅躁 再人多势众 又如何 它们再怎么叫 也入不了昆鹏的耳中 所以我不是针对你 赵灵霄 包括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都不过是那锅躁的烟雀而已 你们的眼中容不下我的身影 是因为你们的眼太小 我现在再说一遍 你们给我听好 以你的眼界 无法丈量我的能耐 跟你说再多也是白说 狂 霸气 即使面对数百万人 叶晨竟然还是没有半分退步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这真是狂到骨子里了 好 希望你的表现 能配得上你说的话 赵灵霄淡淡说道 一步踏破九百米门槛 而且他没有停下 还在继续前进 赵灵霄和叶晨一样 目标是生鲜大道的尽头 但他发现 自己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九百米后 每一米都仿佛天窃 赵灵霄的嘴角溢出了鲜血 灵霄倒体引动天地之力加持 对他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 不论是灵力上的还是肉体上的 赵灵霄此时强行维持倒体 已经受了内伤 但是他没有停下 九百一十米 这十米他走得很慢 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敢说 赵灵霄走得慢 而赵灵霄显然也到达了极限 他皮肤中隐隐流转的紫光 崩溃了 紫光爆散 失去了紫光的加持 赵灵霄瞬间被五匹重力 压得肌肉爆裂 骨骼碎断 但是赵灵霄还是迈出了一步 赵灵霄 九百一十一米 灯天碑上出了一个无比辉煌的记录 下个瞬间 赵灵霄被传送出了生仙大道 看起来极为狼狈 欧阳觉瞬间接住了赵灵霄 斥责道 蠢才 如此乱来 万一伤了本源 对你的修行有莫大影响 但他看着赵灵霄的目光 却满是欣慰 赵灵霄已经昏迷 欧阳觉连忙为了他一粒丹药 上古丹药 赵灵霄的伤势 一下子恢复了大半 缓缓睁开眼 眼中却满是不甘 世尊 我辜负了你 我没有走到尽头 欧阳觉惊讶地看了赵灵霄一眼 随后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 这孩子真是不错 傻小子 我已经很满意了 好好养伤吧 不 赵灵霄挣扎着站起来 身形摇晃 眼神却很坚定 他看着夜晨 我要亲眼 看着他 而此刻 终于轮到夜晨了